可是我会以姑姑的身份 因为我是一个蛮严的姑姑 就是你做错了 还是你不听话 我会讲你的 我不是那种 You know you should 我的耐心没有这么好 我的脾气挺爆的 所以刚好适合这个角色 因为我们教孩子的理念 就是错了教法 所以我就带着 这个跟我私下挺像的 我就把它搬进来用 子女其实还好 我对那个最小的弟弟会比较严脸 以前他哭 我真的会打他 我就打他的手而已 不是用藤条 他就停哭 因为很多爸爸妈妈都不舍得打 还是打了就要跟他讲很多很多东西 可是我会很stun跟他讲 没有 他们不在 应该我可以来 因为他爸爸妈妈也有骂他的 看咯 他每天我就问他 弟弟 你每次重复一样的场景 就是我每次去你家 你都没有做完功课 都要被骂 我看到很密了 你可以换一个新的剧情吗 我就看咯 又被骂这样 不会去护他啦 因为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小孩不乖的时候 真的要教 因为我是被打 长大的 我以前真的蛮坏蛋的 有一次他打我 他叫我的朋友来看 因为他以为 我爸爸以为我在众人之下 觉得很排谁的时候 就会记住这个经验 以后就不敢再做了 可是其实 我会很不喜欢他这样丢脸 我就觉得很丢脸 但是一下子就OK了啦 可是就不太好 我觉得 我觉得是可以打 但是不需要打给人家看 很像在外面 有些妈妈不是 drag小孩在那边打打打 我觉得 要打回家打啦 但是也不要打到 那个小孩受伤 不是虐待啦 适当的那种 惩罚我觉得还OK 我的学校有一个老师 用ruler打过我 我的学校教授 他很凶欸 以前没有做功课 给我手 等下你还要这样 turn over 他就用ruler 他还要念 chop chili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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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i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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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咧 他真的chop几次咧 我们在那边 以前真的是傻 不懂是傻还是太乖 就在那边 chop chili chop chili 这样哦 你可以因为他是 唯一一个老师这样子的 可是他是一个 很好的math teacher 他教导很清楚